这一题以致f of x等于根号2x-3 它是有反函数 也就是它是有f inverse of x的 好第一题就叫你求它的反函数 f inverse of x的导函数 好这是第一题 第二题呢若是以致f of 14是等于5的话 叫你求一下f inverse prime of 5会等于多少 也就是f的inverse做微分之后5代入会等于多少 好我们在做这两个小题之前呢 我们先复习一个公式 首先我们知道f of f inverse of x是等于x 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好现在我们对等号的左右两边来做微分 好我们都挂上了微分符号 d dx dx 好我们都把它挂上去 就是等号左右两边要做微分的意思 我们先来看一下等号左手边 很显然要使用连锁率来做 因为它是一个合成函数 外层呢是函数f 内层呢是f inverse of x 好我们就来直接对等号左手边来做一下连锁率哦 好就先微分外层 函数f的微分是什么 就是f prime ok好 那里头的东西f inverse of x照写 好外层的函数f就微分完毕了 那内层的f inverse of x 我们就直接写成是f inverse of x 写上d dx 也就是对f inverse of x做微分的意思 好这是根据连锁率 我们把等号左手边完成了 等号右手边呢 x的微分是等于1 好现在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求的是f inverse of x 也就是反函数的微分 就是f inverse of x 外头挂上d dx 好所以这个就是反函数微分的公式 也就是我们把上面这个式子呢 它的f prime of f inverse of x 1到等号的右手边变分母 我们就得到下面这个式子了 好我们想要使用这个公式 来做一下计算 好看一下 第一步呢 我们先把f的微分f prime of x算出来 是等于根据二x减三分之一 好那我们要求 f prime of f inverse of x 就简单多了 事实上只是比较一下 左边这个式子 我们把所有的位置数x x都改成是f inverse of x 好我们就会得到 防造左手边的写法哦 它会等于是 根号2f inverse of x 减掉三分之一 好这个是我们的f prime of f inverse of x 的答案 好但是呢 现在我们要求的是什么 我们要求的是 f inverse of x的微分 也就是反函数的微分嘛 我们直接套一下 刚刚我们所推得的 在这边推得的公式 它是等于 f prime of f inverse of x 分之一 那我们知道呢 那我们知道呢 f prime of f inverse of x呢 的微分五代入 好那事实上呢 就是我们的f inverse of x的微分 然后五代入嘛 好那以致呢 刚刚上头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公式 事实上它就是等于 根号两倍的f inverse of 5 减三 好那它会等于 根号2乘上14减3 会等于根号5 好那同学这边可能会有疑问 就是说f inverse of 5 我们怎么知道是等于14呢 事实上是从提议告诉我们的 我们已经知道了 f of 14是等于5 则f inverse of 5呢 很简单嘛 事实上就是把这个14和5 位置调换一下 我们就得到 f inverse of 5是等于14了 所以这边f inverse of 5 是等于14 好这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答案整个呢是等于 根号5 这是第二小题的答案